俗稱熱狗巴士的飛空條巴士服務香港超過60年正式退役 昨天最後四條仍然有熱狗巴士的路線開出最後的班轍 吸引造白人來排隊搭車見證最後的歷史時刻 被尖沙桌碼頭有近400名市民和巴士迷用相機為熱狗巴士樓下最尾一刻 也有尖馬之稱的成員呼籲成立交通博物館收藏舊款巴士保留集體回憶 全港最後一班熱狗巴士16號線由旺角開往南庭的班轍 更加吸引超過400人前來等候 這晚冷氣巴都要被冷落 又熱狗巴士車長說感到十分榮幸能夠和市民一齊見證集體回憶 首先我很榮幸因為熱狗巴都服務在香港幾十年的歷史 我能夠在這麽特別的時光和甚至上千名市民一齊見證集體回憶 即是我做車長生涯裏面其中一個很難忘的經驗和體會 到了接近五夜聽到歡呼聲 就知道大家期待已久的主角終於來了 大批巴士迷立即湧到巴士前面瘋狂拍照 最後一班車在凌晨12點02分開出 在車上大家都情緒高漲 喂 要搭快走 快點上去 九八今天加開了七隔熱狗班轍來滿足一眾巴士迷 車上裡面闖滿人 大家目的都是一致 就是和熱狗說再見 第一個小時後 巴士小到南庭廣田村總站 乘客仍然在車上不停拍攝 不捨得走 不過即使有千萬人不願意 最後都要和熱狗巴士說聲 香港天樂記者文家後報道